新闻的会来期到来 最后会欢迎来宾 明明过游戏黄创夏先生 大连立委许忠信先生 明明过游戏周玉寇小姐 明明过游戏刘亦宏先生 还有我们Keyboard老师阿迪先生 以及新闻的代办主持人江敏青先生 观众们大家好 新闻的会打来天上来 感谢次元来宾 昨天是母亲节 有人说因为上帝无法化身千万 所以创造了妈妈 而且达尔文的用尽废退说 如果是一直存在的话 天下的妈妈一定是三坨六倍 妈妈真的伟大 所以说 拜托姐 不论是碰到失业 感情 学业 或者你要忧国忧民都没关系 一定要保重自己的身体 文字的爱人 不怕苦 只怕死 比较多的苦我们都会吃 但是我们的保重身体 把妈妈和爸爸报答 这代人不怕死只怕苦 吃这个苦就跳楼 这是不应该 所以在开始跟妈妈说 妈妈都保重 子女们也都保重 那摆扇孝威仙 咱总统看过 就有好 参加会议还说 回去要跟妈妈拥抱一下 那虽然这么孝顺的总统 但是呢 人家还是要罢免他 不过啦 公司要分开了 那为什么马总统只剩下六天的时间 今天过了就剩五天哦 五日今早有可能存在 想要不要给他罢免呢 明明的欲罢不能 那边想要不要给他罢免 来看看这个VC啊 看看这个来 今天我们在这里 要警告马英九 你的第一任总统 是以罢免案结束 我相信这个罢免案的提出 是一个国会的记录 是一个历史的印证 我们希望给马英九 当头合棒 我们今天非常赞同 对马英九总统提出罢免案 而且我们在第二任 他的第二任 我们仍然会持续推动 对马英九的罢免 郭委员 你都从小孩走出来 到现场来 明明对马总统 现在要罢免 坦白说 现在人数看起来 可能要奇迹出现 才有可能 一纯六天而已 怎么现在这个选择 要留下去 就是这样 像主持人一旦所说的 马英九可能很优好 但是他对我们台湾 这个国家实在是不中 忠孝不能两全 他对我们台湾实在是不中 已经 他的所作收尾 违反李宗盖来行的 在李前总统执政的时候 好像12年 李前总统 如果要去过问其他的 内政交通议题 必须要跟国家安全相关 召开国安会 那么这时候会由经济部 交通部 这个专业先发言 李前总统跟陈水平总统 坐在那边听 听完以后才根据国家安全 去做一个财势 所以可以专业领导内行 专业领导这个国家 马总统现在不是 他现在是外行领导内行 那么他先做一个 总统府里面的小圈圈的决策以后 要我们的整个内阁 去帮他背书 帮他来美化 帮他执行 所以时常产生 外行领导内行的情形 那么现在马总统 他的民意支持度 只有15% 我们提出这个罢免案 我们是在反映民意 反映民意叫马总统 不要再去干涉内阁的一些政策 以及他的人事 放手让陈冲院长 这个有专业 有品性 那么服务我们众望的一个行政院长 能够让他去发挥他的专场 马总统你退回当你的总统 去拓展台湾的外交 去坚持台湾对中国的国防 那这样才是他的作为 总统这个作为完全背离民意 我们现在提出一个罢免案 我们是在反映这个民意 没错 寇果姐 对马总统来说 要给他的建言的方式有很多 媒体啦 投书啦 党内机制啦 或者托梦 马总统一定有一个方式可以知道 那罢免案是不是只剩下六天 他的意义是不是像 我们同心一样说的 就是提醒马总统 提醒马总统的方式 罢免算不算是一个 很下重手的一个方式 你就这个徐委员 因为他过去是学者啦 所以他以前跟这个政治的 实际的参与 他不像我们记者都在身边嘛 比较了解啦 对不起喔 你只是承认说 你们两个党就是不爽他嘛 就是要表演让他难堪 你只能说马总统没有讲清楚 那比起李前总统跟陈水扁先生 李前总统双手掌制做的是那么了不起吗 对不起 李前总统做副总统的时候 我就跑新闻了 这个他整个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 早年那个好博春喔 这个背他背的做了一大堆事情喔 然后那个 每天那个七婚八素的吵来吵去 然后那个总统府就由苏志诚去放话 骂他 把他弄得一文不值 那郭婉容19天那个证所税下降 搞得这个台湾股市八千点变成三千点 那是谁的意志啊 那不是也是你李前总统的意志吗 更别讲李前总统任内的时候 他的很多政策是 凌驾内阁首长耶 什么国安什么东西 他哪里 那个时候没有国安会喔 早期的国安会不是组织化的 一直到九几年以后才组织化 早期的时候 我写的那个双英解密里书有写啦 对不起 就说他早期的时候是自己弄一个私房幕僚团耶 就是有什么什么在英文那个时候也荣幸的加入了 每天晚上到他家里面去开会耶 然后怎么样做政策 白天那做李总统做得很高兴 晚上他们说他是做绿营大佬啊 我只是说许委员 我们大家的智慧都在 所以你要讲说李总统他不干预 那不可能 再讲陈水扁还更别讲的啦 那陈水扁那个金控二次金控改革的时候 那个财政部长叫马永成啦 这是游锡坤跟我说的 亲自跟我说的 所以问题是出在哪里 问题是出在我们的制度本身 但是我记得啊 真的要罢名马云九这么容易吗 罢名马云九我们简单看一下 来看这里喔 至少要过三关 这个三箭定天山 看看罢马要先过三关 要不然就遇罢不能了 第一关在立法院 有现任立委四分之一提案 第二关三分之二立委同意 就成案了 第三要附到这个全中华民国的 有投票的选民当中去投票 全国二分之一的选举人投票 二分之一同意 罢免成功 如果这三关有一关不过的话 那就是遇罢不能了 佣大哥 你看如果这个门槛看起来 其实蛮高的 所以说像我们现在 在野党 要提出罢名案 纯六天而已 就是他们的意义是要把他赢民 还是赢民解决评 马云九赢民也不会变成马面 重点就是要让马云九难看 要把他赢民就对了 今天邝建民 包括我们市立委 他们也很清楚 这根本案子是不会过的 他们现在历史留纪录 就是说曾经我们要罢名你 但是不会成功 那今天宪法修成这个样子 李登辉难辞其咎 而且宪法修到这样子变成 要连修宪都不可能 你觉得他现在不好 要再来把他修宪都不可能 然后把总统修到是有权无责 被动荒不败 完全是李登辉一个人搞出来的 所以现在许教授就讲说 李登辉多尊重宪政体制 现在这么乱 他根本就是李登辉 乱缘 乱缘就 就只有他了 真的 双向 从你这个经常长期的 关注政治事务来看 只剩他六天 今天过了就剩五天 也许说不定会 五日警告的情况出现 他提罢名案 他的意义真的就是 如同给他一个警醒的意见 还是就是政治动机而已 其实罢名案本来就是政治斗争 全世界一百九十几个国家 只有十个国家 包括连美国都没有 罢名本来就是政治斗争 在台湾的罢名本来就是政治斗争 这个说穿的就是如此 但我要先问一个问题 也许去思考 当一只狮王被一只猫咬了 是谁有问题 这才是我看这个问题的关键 那个猫是不自量力 因为它根本过不了 对不对 所以是很可笑 真的把他 这严肃的来说我们真要罢名 其实那是可笑的 因为那是一只猫而已 不自量力 但是不失振作 则是可恨 其实罢名案我们回来看 其实这个东西跟几天没有关系 而是历史上留个记录 就是羞辱 说穿的就是羞辱 就像当年陈水扁 没有罢免案 没有罢免的法条 为了一个合适 国民党非要修过 然后2006年 6月中 6月底 罢不了 一罢不成 再来恶罢 恶罢不成 再来三罢 那是国民党干的事 其实说穿了 在台湾 没有一个 蓝绿两个党 拿这个罢免案出来 因为大家都知道 那个门槛根本过不了 三分之二的立委要同意 过不去 更何况民进党现在 加上台联党 只有46席 更是过不去 但是呢 玩这个游戏是什么 其实他们都是 国父孙中山的信徒 因为国父纪念科讲说 莫善了团体 羞辉了志气 所以他们其实 只是要用一个罢免案 因为他们也拿不出什么 真正挑战马英九的 但是呢 泛蓝的呢 也很希望说 泛绿的搞这个 搞这个他们呢 他气死马英九了 终于找到一个 巩固马英九的理由 所以蓝绿双方 都在玩一场游戏 罢免案 你翻开全世界的宪法学 基本上 就是政治斗争 创下说是一个政治斗争 但是你看 这场暴民案的 会不会是一场游戏一场梦 还是说 其实以现在的风格来看 瘦若金 或者其他的正所罪 都会有人跑票 会不会在蓝营当中 也有立委员到现场的时候 并没有产生 比较具体的支持 有一些情况出现 或突贼呢 我们稍后来请 这个薛文给我们讲一点 相关的内幕 对 就是笨 每天花那么多钱 大手机给你 对 你就是笨 还不快去办中华电信 月注33盛金方案 把我相传热线 月角192元 客厘383元 再送我的热线 通话免费 曾正明 那你电话电话了吗 笨蛋 Keep in touch 中华电信 妈 小心 意外发生时 你的骨骼够健康吗 告诉我 听力滑可 听力盖 加强定 六大强化成分 帮助骨骼健康 我也有吃哦 保养要趁早 当然选你力 六大强化成分 听力盖 加强定 哦 电费涨涨涨涨 现在马上更换 异光LED灯泡 一年可以省下五千五 厂的电费 都帮你省回来 异光LED灯泡 最省 AVLINE 异光 各大通路贩售中 您现在收看的是 TVBS 无线卫星电视台 现在为您播放的是 新闻夜总会 我喜欢欧洲军品 S-EV Skoda Yeti Skoda Simply Clever Skoda Yeti 94万8起 本月加增价值 42000营烟导航系统 再加码1.5万公里 保养免费 全新微却 全面升级 全新微却苏格兰威士忌 一杯加一杯 好事更加倍 微却送你 Double杯中杯 几客救援制作团队 中金打造 路贝松第五元素后 最新科幻动作巨线 5月18天外封锁线 518人力银行 找人又快又便宜 企业真材 现在买再送一个月 找人每个月只要1300 快上网搜寻518 所有人都会看 早上 公开场白墙 用尽这一只要有人 不对 是拉马克 特别修正了一下 知过能改 立即也能够立即成佛 好 我们刚刚谈到 其实罢免这件事情 其实不是甘休有而已 陈尔扁在任上的时候 也一样被提出罢免案过 我们简单看一看 你看在这里 19票罢免未通过 当时陈尔扁涉及到许多 大家传闻当中事实 有的没有许多的案子 那你看当时黄金平投下 历史第一次第一票罢免案 但是最后是119票 罢免陈尔扁没有通过 所以基本上不论它的门槛 或者是整个程序 它确实有许多困扰之处 不过问题就是 现在师傅看起来 在许多重大政策上面 蓝营并不是那样的 坚不可摧 或者是故若金汤 总义现在在你所了解里面 这次有蓝营的立委 或者是有些支持者 会说你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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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三天 如果蓝营的立委 不必去考量国民党的党纪 真的去代表他的民意的话 马英九真的这次是很危险的 那么现在是我们刚才看到 第一关四分之一立法委员联署 现在我们已经有43席立法委员联署 台脸跟民进党全部联署 第一关过了 但是问题在第二关 也就要三分之二的立法委员成案 马英九已经是天怒人怨 如果现在是以一个真正反应民意的话 百分之85要他罢免他下来 但是现在我们是高门砍 三分之二过不了 民主进步党跟台联党有这个义务 必须把人民的声音显现出来 让马英九他知道这个是他背离民意 他之所以跛脚 是他自己砍的 他自己不尊重民意他自己砍的 义宏大哥 刚才委员所说的其实这是 不能说完全都没道理 因为民主政治各种声音都有 你各凭本事 你国会来内得找到多数 你如果多数你的声音就比较大声 但问题是我们看到变成总统 前总统 到现在比起来 目前为止他关他清几天 有些案子是定案 有些还在申诉当中 还在上诉当中 但是一般人说就是 他的贪污 他那是他的国家费 开始是有问题 有贪污 罢免不会过 没贪污的罢免如果过的话 你觉得在历史上 会不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反差跟笑话 那个有贪污的不会过 那没有贪污的更不会过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很简单的道理 那讲 刚刚许教授讲到 一国两区 是 马英雄他们 吴国兄他们张孝延讲 一国两区 和宪 合乎中华民国宪法 中华民国宪法就是 中华民国的领土 就分两部分 就是两个区 一个自由地区 一个大陆地区 就是宪法规定 是马英九是在定的吗 不是啊 跟马英九什么关系呢 那谢台湾讲的宪法一中 其实跟 这个一国两区 其实蛮接近的 那这个民进党或是台联 你们如果要针对马英九 最令人 令现在民众生气的部分 还是他的民生政策 改革的步骤 以及他的说服力的 这个缺乏 跟说服意图的 意愿的比较 没有那么高 那你要是把 对他的批判 又把这个 意识形态搞进来 那又混淆不清 说不清楚 那其实你是在帮 马英九解套 我必须这样讲 什么就只有你们 绿营的人爱国吗 到现在还在玩这个游戏 玩就 人家讲一个东西 就是出卖主权 你们讲就不出卖主权吗 不要这样子 大家都已经都是什么 经过2012年的 总统选举了 还在玩这一套 可见得是 老狗玩不出什么新把子 那这个我们来比较了 那你这样子对人民 有什么新的希望 我是讲的是这一块 你知道就说 你不要在那边 一天到晚曲解 你在以前曲解九二共识 自己也输了 那为什么你 现在的这个状态 这个主权的这个部分 还要用这种方式来处理呢 那接下来的 其他的部分呢 他已经到罢免的地步了吗 政策上这个的变化等等 我认为还没有到罢免的地步 但是我还要再强调一次 继续玩吧 玩意识形态 其实是马团队最高兴的 但是经理是这样 稍等了 经理是一个博弈的 那你究竟有多少筹码在手上 可以慢慢去拨 慢慢去议 这经理本来是这样 输赢之间 工房之间 他有一定的博弈在里面 我们刚才说 虽然有提出罢免案 但是2012年 你看蔡英文 感觉又酸了 最近提出一个国情的韩西盔 蔡英文站的高度不太一样 人家爱情韩西盔 但踹目实在是国情韩西盔 他觉得有什么样的内容呢 最近披露了 看蔡英文 其实在整个一个形象上 我倒觉得经过希望升起之后 神清气爽 提出来的确实 也跟过去不太一样 他的意识形态反而比较少 倒是制高点比较高 那有多高呢 对马云九能不能造成一种 制空权的压制呢 来 观众朋友 我们简单看一下 这个蔡英文 蔡英文的国情现实批 桃马习文 那么蔡英文的现实批里面 底点数来的一个共同 第一个 选举已经目标目 不必是我是竞选对手的批评 我无一批马或者反马 但民怨已经遍地风起了 第二个 他呼吁马云九能 全面改阻内阁 第三 一国两区是违宪的 退步 否定国家的人格 接下来是他说 蔡英文讲 逼人民街头抗争时 我一定跟广大的人民站在一起 跟广大的人民站在一起 我看能跟大人站在一起 不是 是广大的人民站在一起 那总统方面的回应呢 是由发言人范江基泰 他回应说 第一 马亚总统上任以来呢 所有的政策都以台湾为主 对人民有利 会继续倾听回应民意 第二 他说 所谓的一国两区的问题 从宪法到两岸的关系条例 都在明一个中华民国 两个地区历经离别马都没有变 蔡英文呢 他担任过陆委会的主委 傅格奎比谁都了解 最后跟他说 马亚总统从选后 及叛亡能够以在一党的领袖会谈 叛亡民进党能够参与 以具体的行动凝聚社会的共识 坦白讲啦 这双方都有各个各的想法 但是 你感觉上就是没那么麻麻 去切到那个重点 创起来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先讲说 这个其实罢免案 这个数字很清楚 因为规定它不是说 出席的人的三分之二 是全体立法委员 所以113行动要76席 基本上罢免案连提案之后 连成案就不会 这就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动作 那回来的时候呢 蔡英文的政治动作是什么 这差不多了 有没有五个人打输真仓 四打一打完了 党主席也打完了 蔡英文这时候再出来 我的高度跟你们五个小鬼不一样 所以蔡英文现在这个此时此刻出来的时候 他是告诉你说 党主席就是党主席 民进党的党主席 也不必然就一定是领袖 从过去陈水扁在的时候 许姓良汉那个施明德 被羞辱到什么样子 所以蔡英文第一个 他的动作是告诉民进党人 我才是真正的 第二个呢 他在拉出来的时候呢 蔡英文在讲一点话的时候是 他其实是不要让人家忘记 他维持 他不是选项之一 是唯一选项 他再出来告诉了范律的选民 我是唯一选项 至于说 马英九那边的范姜的发言 实在是不太恰当 不太恰当的原因是 第一句话 此时此刻 虽然没有 选民知道说 也没有什么罢免的情绪 但是反感实在是蛮重的 所以还说对人民有利的时候 大家就想问 到底是一阶段全部藏族 还是三阶段藏族 哪一项对人民有利 然后马英九自己已经反反复复的 所以范姜的那第一句话就很无聊 第二个呢 更无聊的是 这个时候就看出来说 蔡英文是面向2016 所以很清楚 但是范姜和总统府的发言人 你怎么还回过头去 你好像忘了 今天已经是过了1月14号 范姜的那些语言呢 是1月14号以前 至于第三点是更无聊 然后蔡英文就已经告诉你说 他大于民进党 所以你马英九呢 你要跟苏贞昌谈也可以啊 你要跟蔡同仁谈也可以啊 你要跟谁谈都可以 但是我是觉得说 其实到了今天为止 你会看到一场戏 一个是在打未来赛 一个呢是打延长赛 但是基本上呢 你就看出来两个人呢 都是为权利 你谁把我们老百姓 现在生活的真正困苦 放在他们回忆里面 有放进去 其实啦 现在最近在台湾 还有另外一个新闻 就是拨粪 不是拨负 是拨粪 哪有那个高中心 有台事 吃饭也没台事 拿粪 拿水 那个尿水 去拨人家 然后最后呢 产生了许多不必要的争议 要么那个小人 走不走 走不走 骗到摩托 去撞那个老人家 现在老人家已经往生 硬往往生起了 老翁已经过世了 都有人在过来 我们的台湾社会 是不是 我们的小人家 都责任感很差 那这样要怎么 政治人物要不要负 很大的责任呢 我们这会儿来一起讨论 QC 行男正妹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街头市场 耐延全台 街头风金色上市 小品风同步跟上 YAMAHA 你以为只有电影有分级吗 你喝的优肉乳也有分级哦 只有金球优肉乳 懂得用金球保护好菌 通过胃酸直达肠道 好菌存活率高达七百倍 想让健康更升级 就要选择保护级的金球优肉乳 买车 卖车 上网搜寻8891 买车 卖车 上网搜寻8891 不要睡 睡 不让你睡 快睡 疲劳吗 快喝 白妈妈利哈 还有人生意 及维他命B群 喝了精神百倍 白妈妈利哈 不让你睡 感恩 玩大一点 全新VOLVO V60 1627 超规格现身 要玩就玩真的 掩体射击 终结级系统 双处一期 好莱坞电影效果 终极使命 火爆开战中 保肠道 顾健康 我选择国家认证的 台糖寡糖乳酸菌 果寡糖让乳酸菌增生 两个月内可提升132% 天生绝配 效果加倍 随身一包台糖寡糖乳酸菌 健康一口搞定 送礼自用两箱仪 台糖寡糖乳酸菌 好开 省油 加4块 不只是March 1.5 New March 本月购车想高二零利率 再加赠6年失窃险 76年延长保固 您现在收看的是 TVBS 无线卫星电视台 现在为您播放的是 新闻夜总会 对 我就是笨 每天花那么多钱 大家收集给你 对 你就是笨 还不愧去奔中华接近 运助33升级方案 把我生成热线 现在只要月缴192元 可提383元 再送我的热线 通话免费 每天打 都没负担 你真聪明 那你可以挂电话了吗 等等 行动 触动 肩感动 Keep in touch 中华电信 大退休潮席卷台湾 国债破表 薪水又凍涨 消失中的退休金 你该如何应战 欧洲乱债 全球遭殃 又老又穷文明病 该如何自保 聚当老年难民 掌握人生三阶段 轻松保住你的老本 精彩内容请锁定 周一至周五上午十一点 创富人生 我们都记得 江国庆冤死案 前国防部长陈造敏 及八名行求军官 因过追溯失效不起诉 引发社会哗然 高检署认为 侦查未尽完备 发回北检续查 陈兆明等人 是否构成拘禁致死 及杀人罪 和军法官 是否涉及滥权追溯致死 北检表示 将对高检发回部分 逐一详查 依法处理 欢迎回到新闻夜中会 打开启商来做会 唐朝的白居宇写了一首诗 叫鹅送给赫 他怎么写呢 他写得非常好 他是这样写的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 军阴封送入青云 我被人驱向鸭群 血井双毛 红王掌 请看何处 不如君 我跟你都一样 鹅跟鹤讲 我跟你都一样 只是你运气比较好 风起云用 把你送到那个领导的位置 我哪里不如你 我哪里不如你 你只是运气比我好一点而已 那我说这个没有要影射谁 但是看得出来 其实政治就是这样子 因为总统只会只有一个 不是你赢就是我赢 所以说所有人 以前赢的人 总是有不一样的角色跟位置 对了委员就说 一国两区这个问题 委员好像有一个 从国际法 要给他们做一个补充 因为全世界全国 大部分都接 承认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当你讲一国 而没有明确去界定 这一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没有界定算是中华民国的时候 变成你一国两区 一讲以后变成台湾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区 那变成台湾的马总统变成区长 我们的国家主权就不在了 那这个作为 竟然马政府说这是核线 竟然它是符合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所以我们必须要加以罢免 我们从这个民国87年 开始开放探亲 两岸关系缓和 开始到中国投资以后 我们的贫富差距开始恶化 到现在 ECFA签订以后 现在2011年 恶化的程度是百分之五 最富的跟百分之 最强的百分之五达到94倍 所以富二代 也就是这三位颇份的小孩 他是富二代 他对这些游民 游民在台湾找不到工作 是因为我们企业吸进到中国以后 在这里没工作 而这个游民 他不是不愿意努力工作 那么我常跟他们聊天 我问他们做什么 他说我们白天卖花拿广告 他一个月赚个五千块六千块 他不是不工作 他要很努力工作 但是我们这个社会没有工作给他 我觉得我是一个学者 我觉得这是一个制度上的问题 我们对他不公平 那么现在这些富二代 他们以为这些游民 是好吃懒做 羞辱他 破论他 这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 如果说他是他懒惰 他成为游民 我们还会去谴责他 但是他非常努力 他要工作 我们没有给他工作 这是我们社会制度的 共生天下是这样 他是真的符合我们讲的公公 知我者为我心忧 不知我者为我何求 当然一起苦口婆心 但是道理呢 每一个有每一个的想法 也许不见得完全都赞同他的说法 那来看看是 这所谓的波分双上 来玩一个超级实际的游戏 波子双上 降临于新闻町的结论站 你是怎么 我让你睡 臭比较20岁 看不长没快 对啊 看不长 我们不该就是对游民做这样 伤害他们的事情 那我们就经过这次的事情 我们不经意之不长 也是我们真的会好好反省 我为我们的行为 真的感到 非常抱歉 未能好好的照料 生于家长的我 内心煎熬 痛苦万分 学校 生于 父母 以及那些游民 我真的非常对不起 当初我真的不知道 为什么会做出 如此离谱的行为 我一起来说 有没有看到人干什么 我怎么身上 我怎么摸 我那么实实的好痛 我就偷偷的把衣服 拿去 我想洗一洗 捏一捏我就又套上去了 两天之后 校方 强述中学 也临时召开 学生事务会议 以行为脱续 和损害 校育为由 决定将两名学生 开除学籍 当时一名寄信学生 虽然在场 因为没有参与行动 不予处分 虽然说人生自古 谁无始 但拿死去拨人 这令人觉得很不齿 真的 这小朋友还是要学好 那最新的发展 我们简单做了一下 Q版 来看一下 在这里 破本双杀 今天最新 第一个 强述高中将破本的学生退学 13日晚间 十四半 增性学生向母亲抱怨 他都道歉了 还被学校开除 同学嘲笑 媒体讥讽 向母亲喊说 我不要活了 我不要活 又来了 我不要活了 随即跑出去 母亲报案 警方凌晨一点 在中和原通市附近 找到他 饮酒 情绪不稳 饮酒 弄不懂 第二个 学生家长委托警方 找到受害的游民 希望能够当面致歉 这正常的做法 对于警方找到游民后 召获了父母说 没空 这个事情 其实误传了 因为 诚信学生的父母 已经给其中一位游民的 慰问金跟衣服 目前正在 另外受害游民 在联系中 增性学生方面 目前则未有进一步的动作 他没共 两家东西 子女 闯了后 然后要父母亲来 这个担这个过 究竟是父母亲 太过溺爱呢 还是子女 真的不懂事 余永大哥 我觉得父母 很多人同情父母说 小孩犯错 为什么父母就要道歉 对啊 对啊 本来就应该道歉 没教好 小孩小的时候 你就把它教好 我觉得小孩 从小的时候 你如果家庭教育 真的很好的话 他 那个气质就不一样 要学坏 也不太容易 父母一定有疏忽在哪一方 不是溺爱 就是素于管教 所以以后就念书的时候 在学校又管不住他 那就越走越偏了 但是我们年轻的时候 学校也有坏学生 但是我们那时候的坏学生 不太会欺负若小的 他们曾同学 曾曾草草 他有时候是像我们 学校跟学校不一样 我们那时候有高中 也有水坦学校 那我们这个 我们普通高中的 水坦学生比较凶 有时候会欺负我们普通高中 但是我们里面的那些 太保学生会帮我们出头 去帮我们抵抑外务 抵抑外务 无非是欺负那些弱小的 怎么现在的这些人 去pose 然后欺负那个游民 欺负游民对有什么好处呢 你还觉得自己 还觉得很光荣 把他po上网 你po上网以后 还嫌人家记者 媒体经常报道 你不要po上网 媒体就不知道了吗 你不是觉得很光荣吗 你po上网的目的就是什么 你出风头 那媒体给你报道 让你大出风头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以前我认识很多帮派老大 他们以前 年轻的时候就是台宝学生 像钱齐利 够大了吧 但是他们那时候 以前在外面混的时候 在西梅甸哪里混呢 听从少年队来了 通通躲起来 小军躲起来 台北市少年队 那少年队的队长叫鲁俊 那是太保的克星 太保克星 对 那这些警察把这些不良好少年 抓到少年队 都用体罚的 不是打就是抄 就是跑 那学生家长就是少年队 很多那个代表学生 他家里是背景很硬的 什么将军 什么法官 但是一到少年队 少年队打电话叫他来 还当个少年队 打凶一点 他们自己也打 现在不要说少年队不敢碰学生 你做这些事情不好 你再上网去铺 正经买西班 不过去堂做 你做了事情 又到处是在道歉 但是我觉得说 客户姐你看 他们好像说道过歉以后 就没事了 道歉好像是变成最廉价的一种 遮掩错误的方式 这样的方式真的对吗 还是你觉得说 当然这个体罚是很重了 但是怎么样去做 会让这件事情 能够比较翘其分的 对社会产生比较良性的正当教育 其实这个 就是说做错事道歉 然后又下跪又干嘛的 这个方式可能 会编辑效应越来越少了 因为台湾的社会的民众 他看到了公开的 这么多次的重演 对当事人 或者说对受害者来讲 其实都没有公平的结果 我同意一鸿大哥说的 我们以前的坏小孩 他只不爱念书 或者是他喜欢翘课 但是他们出去了 他们也不会去 这么没有正义是非 你拜托啊 你做个双事啊 也要有侠气嘛 就是说 连一个基本的年轻人 要有的那个侠义之气 我目前还为了侠义之气 为了要帮助一个同学 还去跟老师吵架 我都还做过这事 还被威胁要记大货 哇 还以为自己转了要命 觉得你看 我就是因为你那个 误解的这个同学呀 那这个还比较对呀 这个回家 也被我爸爸给痛妈一顿 所以这一对 像这几个小孩 他们年纪都不小了 你知道吗 他们在学校里面 根本就是 已经到了超过高三年纪的 那个呢 幼稚园的学生都知道 不能给人家脱水 对呀 这个不可以这样 那这个父母 根本就不值得同情 有什么值得同情呢 孩子是你教的 变成 幸好他现在只是做这个 破粪的事 要是他哪一天去那个 种火怎么办 把人都烧死怎么办 破油酸 所以这些父母啊 你们自己要回家想 我告诉你 就叫这两个小孩 到街头上面 就去扫地 为老人服务 为游民服务 叫他做三个月 然后这个电视上播出来 让其他小孩看 不该做这个事 柯姐这个是要修法 因为社会劳动服务法 现在还没有修法 不过呢 想办法提 提这个案子嘛 是 学校现在 就对退学这些事情 做了一个决定 但是究竟对 不分双煞 退跟不退 都有问题啊 观众朋友们简单看一下 退跟不退 都有一个问题 不分双煞 退与不退 都不对啊 5月11号 强述高中的校长 蔡修和先生说 两个学生效益 有没有部分 按校规计大过以上 那么两人 严重破坏校园 校会议一致通过 将两生退学 判他们深切反省 到了5月13号呢 教育部长蒋伟宁说 退学并非最理想作为 应用教育的方式 辅导学生 培养己欲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的同理心 5月12号上午呢 台北市教育局长 丁雅文说 根据高中生的成绩 考察办法 强述高中 不能将学生退学 必须给予辅导 或者辅导转学 学校处置不当 判强述高中继续辅导 学生 改正行为 文史上校 强述高中 校长蔡九说 原本打算继续 学生大过 但各界质疑 踏罚 校方清楚规定 不能开除学生 但为了平息 骂声 才退学处分 这个是有点奇怪的 第二个他说 学生有20天的申诉期 这期间应尽快回改 补偿皆有 等教育局纠正后 会撤销退学处分 改记大过 加强辅导 这个创下 从一个社会观察者来看 会不会整个一个教育体系 它本来应该是照章行事 依法行政 结果在整个外界的压力之下 媒体的效用之下 好像也改变了它的原意 你看这里他特别说 他原来就知道说 不能记大过 对不对 但是呢 为了平息各方的质疑 所以才可以退学处分 这个好像有点扭曲原来的意思 其实这破分酸哨 当然这个小朋友 这两个小朋友的事情 已经被人家批评很多了 但是其实你可以看到的是 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 都有大问题 都进退失去 为什么呢 但是对他爸妈来讲 孩子出事了 赶快站出来 这个时候他是小朋友 可是呢 怎么可以跑去喝酒呢 还去饮酒解闷 这个其实是成年人以上的作为 他的家庭也能够 成年人也最好不要这样 不是 我说这才是带走 所以你就看到说 这种在一个家庭教育里面 就已经乱了嘛 那这个学校也是进退失去乱了 其实到了最后面的时候 蔡校长的说法就很清楚 演个戏嘛 他明明知道不能退学 但是呢 因为社会有压力 我就给你因应 然后他后面也知道 无法退学 所以他的戏码都已经编好了 就是赶快尽快悔改 补偿皆有 然后一定会收到教育局的纠正函 然后呢 那我就撤销 改系大过 加强辅导 那你对一个孩子 我现在不是替这两个孩子讲话 所有的学生 难道你真以为我们高中生国中生 小朋友不是笨蛋吗 看得出来了嘛 从头到尾 学校也没有真正的是是非非 所以他也就跟着你就是一样的 有个标准的SOP 就是我犯的错 然后出来盗窃 所以从学校到家庭到这个学生 真正的病 真正的问题是 我们这个教育体系 病得非常严重 你觉得把那两个小孩送到蒋伟 您部长家去做一个月了 我让我送回来 请我们的委员 委员刚好在立法院里面 又是学校出身的 现在清楚你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那学校的体制跟法律 以及相关的法论规章 可以因为这样环境的因素 或者是外界压力 而有做改变 不应该 难道不应该是一个依法行政 而有普遍适用的原则吗 我们稍微回来讨论 再见 嗯 有点满意 诶 先试驾 518人力银行 找人又快又便宜 企业真材 现在买再送一个月 找人每个月只要1300 快上网搜寻518 买车 卖车 上网搜寻8891 买车 卖车 上网搜寻8891 您现在收看的是TVBS无线卫星电视台 现在为您播放的是新闻夜总会 买位1.8 58万9即刻拥有 到7-11 也可以预约上车 如果你能走进未来 你想世界会有多不同 你的声音与手势就是电视的遥控器 电视会记住你的样子 视讯更便利 现在就是未来 只要挥挥手 世界为你左右 Samsung Smart TV 立即带你冻见未来 In a barrowed sports car 這樣是美丽的天 买位1.8 58万9即刻拥有 到7-11 也可以预约上车 一顿乱水 乱水乱水 极道, 乱水 日架, 公平 影哔星, 迷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时尚机密 It's me 110 SYM 买me就送新转钥匙圈 还有购车优惠哦 哇 萤幕变得这么优 画面更有生命力 阅读变得更犀利 世界从此无比鲜明 都因为有了更优的一幕 让生活的感动和你轻松互动 不可思议的视网膜显示器 就在全新iPad 全新iPad到买凤最搭配 空机榜约随你选 搭配行动向往699 全新iPad 11990起 续约读响再久500 欢迎光临买凤 欢迎回到新闻 也从未打听上来做会 我们传统都讲说 养儿防老 养儿防老 因为我们老的时候 无疑无疑 我们有惊人 或是女儿团 会来给我们抢 所以养儿防老 但现在看到 养老要防儿 防儿不长进 防儿不孝顺 防儿回去跳楼 我也知道他们闯祸 所以现代人好像要改变 是养老反而防儿 我们看到这两位少年 坦白说人都有犯错 年轻人没有一次说 老兵就没有 万应公 但问题就是说 他犯了错之后 校方明明知道 依法行政 他不能退学 可是他却又办了退学 然后说他还有申诉期 我们加重处分 然后如果他申诉完以后 我们就撤下这种退学的处分 科威官你看看 你在立法院里面 有关相关的程序法律 还有立委下方出来 校方其实他有办一个 很重要的教育机制 而且他对法律 如果也一样的 看风向球在做处理的话 我不知道这贴族 应该怎么办 怎么去进行 我们要探究 这两个小孩子 为什么有这个行为 各位我今天是有准备而来 这个是我们国内的游民数 2002年 我们还没有大量吸进之前 我们的游民国内都在2000以下 游民最近 冲到30004000 所以人数其实有增加 那么我们真的有很多富二代 富二代他们的同学 他们读了学校 他们的同彩 他们的父母 他们的交往群 你看我们国内台中港 那个进口的BMW跟Benz的轿车 一进来哇立刻 全部都卖光了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贫富差距的严重 使得他们这些富二代的小孩 他认为去泼粪以后 泼上网 他的同学会给他拍掌 所以他才会去这样做 所以这是一个社会问题 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贫富差距 造成我们这个 他们的生活圈 他们对游民之产生 他不知道这个缘和为何 他认为去泼粪 是一种他可以做的行为 所以我们要从社会整个制度 我们也不要去谴责这两个小孩 我们也不要说完全去怪这个父母 我们要怪这个社会 到底我们的制度是否出了问题 让我们的社会价值观 已经开始偏离正轨 以前我们小时候 我们台湾是中小企业为主的社会 我们大家 你家里种两甲田 我家里种一甲田 你家是中企业 我家是小企业 大家差异不大 那么有些不读书的 他有争议感 我们社会是一体的 我们是一群朋友 一群同学 但是现在是两层社会 两个社会产生价值观 完全不一样 我刚刚说的 是说价值观改变 部分是用价值的扭曲 但是如果 你如果塞奥巴 去把它弄到 弄到之后 没有看这个流血 是我还是死就跑去 那这样是不是更不应该呢 那就看最近一条VC 来 看看 我们一起 平昂朗爬山健身 和老友泡茶笑容爽朗 75岁的黄老先生 却遭遇车祸 重伤不治 重回事发现场 大马路口 没有装设红绿灯 当时老翁在这里被撞昏 而造势的未成年少女共称 他们没有违规 我们是去干路啊 然后阿公就撞出来 然后我们看摄影机是 人家说是我们被撞了 被同学搭载的 灵性少女声称 当时他们骑在主线道 是老翁从小巷口冲出来 撞上他们 但警方调阅监视器 老先生当时左顾右盼 确认没有来车 才往前骑 疑似少女车速过快 才会酿火 可是那时候我们都慌掉了 你不要重视同意 对对对 造势少女功臣慌了手脚 却完全没关心老翁状况 让家属及目击民众相当气愤 要不是好心驾驶 分别挡车及追车 恐怕靠模糊监视器 难以气凶 但两名驾驶等到警方赶到后 就离开现场 没有留下资料 而两名造势少女的家属 事后也致歉表达关心 如今阿公没能撑过 家属悲痛不已 小阿公在天之灵 能够一路好走 但可好一下 我们看看 现在年轻人家 我们看到有那种开BMW 或开名牌车 去撞了人 还不以为意 还有去炫富的 后续动作也是这样子 男人这样 那女人也是这样 竟然年轻人家 年轻轻人家 当然就是说 这个我跟这个 我们的社会是有关系的 为什么 当然我也承认我们有贫富悬殊 但是社会的对立 分裂 是不是才是今天 大家在这个 以强欺弱 以精权欺负贫困 觉得不以 这个为意的 一个原则的基础 其实台湾的 真的最大的障碍 还是在从 审计分裂 到意识形态 到最后蓝绿的分裂 那你要讲 我们先讲颇分 陈云林来台湾的时候 绿营的抗议者 是颇分的 如果需要去查的话 请绿营自己去查 至少有这样的报道过 第二 这个要撞 这个未成年的少女 把人家撞死了 这个死了之后 家属就只有道歉吗 台湾社会 今天没有很粪盖啊 我要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 这个米尼兰跟台联 都非常瞧不起的 中国大陆 西安市 在2007 2009年的时候 在发生了一个 这个音乐学院 大三学生 去开 也是开了非常好的车 去撞了一个女工 他撞到人家 人家腿断了 看到那个女工 在后面抄他的牌 他竟然下来 从身上拿了刀 把这个女的 刺了八刀 把他给刺死了 可是他在判刑方面呢 就慢吞吞 结果发生什么事 西安市民 集体抗议 集体游行 集体示威 结果就在法院旁边 就围啊围的 那是一个落后的地方 在这个很多 台湾人的眼里面 看到的 那是一个没有是非的 人民是无感的地方 可是他们围了几天之后 西安市的法院开始 这个这件事情受到了 中国大陆北京中央的注意 他们也没有指示啊 可是我告诉你 后来这个 那个也是小孩 21岁被枪毙了 太佣大哥 这些大家 你才没发现 除了说这事情很大 就麻烦了这个事情 媒体才会关注 这些大家每天都没报出来 现在看起来 这个效应也不大 我们不是说 对效应不是给他机会 不是不要给他机会 但没问题 这很明显不负责任 现在孩子的责任感很差 就是说catch me if you can 你若没抓到 算我好我若没在那里 这种这种人扩散之后 这些孩子 以后会成为我们国家的栋梁 因为他们是国家未来主人翁 他们如果做事 如果没有当真做事 态度跟精神用这种的 当然各行各业都要倒大霉 我跟你说 现在年轻人的想法 跟我们的想法是不太一样 但是我觉得 是非正义的标准 这些责任感 是非正义 还有责任感的标准是一样的 或者这些人 撞了人 肇事逃逸的 或是什么开名车 撞人 不负责的 会引起公愤 引起公愤就是表示 气他们的人很多了 现在网络时代 发动人众说所 就是说多数人都认为你是错的 对吧 台湾当然发生这些事 我们是很痛心 但是多数来讲台湾人是好的 或者像韩寒来台湾 观察一阵子回去大大陆 他认为多数台湾老百姓 是有素质 有水准 那我们不要让这些少数人 破坏了整个台湾的形象 这些能不能补救呢 我觉得是可以补救的 因为这些少数不好的 你就要有一个专责单位 来辅导他嘛 你不要说 你现在叫强速留下来 强速已经把你教成这个样子了 你还叫强速教 好 那怎么办呢 对强速其他的好的学生 是不是公平呢 对 所以说你这些人要怎么矫正 我觉得是大家要去证施的 因为你少数人把他矫正好了以后 他就不会再去影响别人 其他人一看 这个做坏事了 就受到矫正 要负责任的 因为你要让他怕 要让他实际上真的负责嘛 那如果结了 弄到最后是负责 事情也在说一说 就把他摆平了 小孩当然不会怕 现在破婚没事 以后破硫酸他也任何没事 对不对 尤其现在法院讲究了说 惠子死刑是人道的 是 搞不好他以后就杀人了 关你关我 有关系我假释出来了 那怎么样呢 这个我们现在出了问题 但是要怎么样解决 才是我们真的迫切需要的 是 创下来看看 我们讲说 小孩的淘湾不 大孩的淘汰无了 这小事情如果不处理的话 小动不补 将来大动就要叫苦 台湾的社会其实面临一个 很严重的危机 就是我们的下一代 他的断层现在很严重 我们在场应该都算 欣欣人瑞 我们面对这群欣欣人类 那真的有些行为我们不了解 但不了解并不表示说 我们就可以置身事外 创下来看看 像小孩 撞了人就跑去 这事也是很大条的 应该怎么处理会比较妥当 我讲一个故事 那可是我因为有时候 周六周日我会到南头去 山区去 然后有一次 有一次在走一走 在乌日那边有个计程车 讲了一个故事 就是他有一天 成功领下来 他们在那边排班 一个看起来是南部的孩子 也是有黑有黑的 但是一下来之后 他就说 他要坐回台南 计程车 那好贵 几千元 然后他那个司机 就是差不多是说 我帮你载到高铁去坐高铁就好了 我不会坐高铁 就把我直接载回台南 而载回去之后 他很傻眼的是 他那种田的父母 还帮他出了这个钱 其实我们今天回来之后 整个问题在哪里 我们小时候是 到了18岁的时候 那是很奇怪的 当我们考上大选的那一天 爸妈和邻居是怎么骂你 18岁的大男人 还不知道该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我们现在 26岁的小朋友 32岁的小朋友 我觉得是我们整个社会 其实要回来 面对这些时候 你会发现 他们这些人出了问题 是我们这个社会里面 都太保护了 我们的童年 已经从12岁 随着我们的12年国教 童年已经无限延长 要double了 童年无限延长 搞不好我们现在36岁 都叫小孩子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问题是 父母们 你要想一想 想一想你怎么长大的 18岁的大男人 18岁的大孩子 这才是我们父母去面对 不然的话 这些事情永远会发生 包含有台大的那位博士 宗旨的博士 其实真的问题是 我们才把孩子保护好 是 魏远 你在台湾里面 像这个从法治上来看 当然你刚才说 外在因素 有可能影响那贫富差距 这个因素可能会存在 但如果就在台湾内部来说 做一个立法委员 面对这种 学生价值观的扭曲 也扭曲 怎么样才能够矫枉回来 怎么样才能够拨乱反正 这个就个案 我觉得他是一个个案 这个小朋友 这两个女孩子造势逃逸 他不知道什么叫造势逃逸的意义 我们要加强法治教育 所谓造势逃逸就是说 你去撞了人 不管你是有没有违规 你即使你没有违规 你撞了人以后 你造势了 你就必须要停下来 来家里处理 既然你产生这个社会的危险 那个老王有死亡的危险 你就要下来家里处理 来救助他 到时候你到底有错无错 到时候上法院以后 法院就给你清白 所以造势并不是说 你有没有违规 来自观认定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 在学校里面多去 强调这一些基本的法学常识 并不是说我没有违规 所以老王自己冲出来 所以他怎么样我不管 其实你已经是造势 那你本来你如果停下来 好好处理的话 你是没事的 就是因为你开离开了 就变成造势逃逸 行则很重 所以这是一个法治教育 所以留下来看看 在过期的社会可能是比较单纯 但我还是觉得现在孩子除了被过度保护以外 还过度被溺爱 这是不是跟生孩子生得很有关系 有 我觉得这还是观念的问题 也有独生属被他们家长管得很严的 因为就是这个儿子嘛 你不管好的话以后怎么办 就要去探监吗 现在监狱关那么多人 那你这个家长 家长真的很可怜 你有些人 他有些乡下的人 每天早上要去送牢饭 是很麻烦的 那整个思想观念 你说观念就是整个社会 观念分歧了嘛 同样一件事 你说我们这个许教授 他能把这个事情 由民多变成 所以因为ECFA的关系 那到底是不是ECFA的关系 大人博士间都有不同的意见啊 那你上面的人 有学问的人这么分岐 小孩子无所适从啊 但是这个 这个是另外的观念问题 普通常识总该有吧 是 破分啊 撞到人啊 要去报警啊 这个 这个一无知般若知道的事情 结论之一真的是 养老真的要防耳 哈哈 你觉得做父母的要不要自己拼自己吗 是了 是了 不对就是不对嘛 还是要有专者进货 因为自己更苦力赖了嘛